观众朋友欢迎回来 Danny我在想 其实这一波低利息 已经像您说的 从2009年就开始 可是还有一些朋友 当初借的利息 它的利息是5点多或4点多 但是可是因为 他们现在都已经在 开始浮动了这些利息 可是他们一直都没敢 因为有一些原因 他就没有敢再refinance 可是现在房价也涨了 他们可以尝试一下 对 这种客人其实是蛮多的 因为现在 因为这些客人 OK 当时房价跌了 他没办法refinance 但是他也没有说 他的损失很大 因为他是arm program 一旦arm program到期以后 就随着市场在浮动了 那他的利息一直是在3 对 到3.25 大概这个位置 还不错啊 他这种客人好像没有那种 motivation我去 因为 比方说两年以前 或者一年半以前 那些利息都还蛮高的 因为今年年初的时候 arm rate大概也是在 2.51的大概在2.6 2.75比他也低不了多少 那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市场 arm rate已经够低了 那房价也涨了 其实这种 不是hub program 就是rate在浮动的这些客人 其实是可以考虑进场 那还有就是说 那他们这些人应该选什么样的program呢 我觉得还是看你对房子的 你如果说做30年固定或者15年固定 他对你的loan to value的要求是80 那没有那么高 如果你同样要选arm program的话 因为他的利息很低 他要刚才Denny讲比30年固定要低了一个percent 如果还是要走arm program的话 他对loan to value的要求就稍微高一些要75个percent 那跟这些客人很类似的 就是以前有做过hub program的那些客人 hub program只能享受一次 享受了一次以后就结束了 没有政府给自己带来的福利了 可想了 对但是房价现在涨了 就可以回到正规的program 可以走到regular的program 因为其实从年头到现在 很多地方的房子10%到15%已经涨好了 今年年初到现在就涨这么多 对所以我觉得这种客人其实是可以考虑了 那其实现在这个market里面做case 大多数客人 一个就是换program 或者是就是unprogram到期的 那真正比方说30年15年 以前那一波都有抓到那些低的利息的话 这些客人其实他就暗意宣装就不动了 那还有一些客人比方说 我这个房子我不用住那么长时间 不用不会住30年 那他的利息现在是3.625到3.875 那这种客人其实如果说你真的不会住那么长时间的话 可以考虑做unprogram 有一些人呢 那他们除了自己屋主自住的房子要考虑 那其实他也有rental property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对吧 有的人的income property还不止一栋 每一栋呢也许有的是父亲 有的有小小的balance 那有的呢 loan amount比较大 那这个现在会不会受到一些什么限制呢 我觉得还是就是说 你如果做invest property的话 financed property很多银行 它是要求不能过四栋 不能过四栋 但是有那么一两家银行可以走到up to 10 但他们的rate好吗 rate其实是跟regular的那个rental property的那个rate是一样的 但是他有一个规定 你如果走这种program的话 它是不能cash out的 如果说很多客人比方说 他已经有了四栋investor property 或者已经有加上自己的自住的已经有四栋了 第五栋他再去买房子的时候 我有现钱 我可以先用现钱 现款先去拿下来 然后再回来做refund 这个已经是blog 这个是不能做的 因为你这是一个cash out loan 你只有用贷款去做 你可以拿到这个第五个loan 所以很多客人他觉得我用现金拿 我容易拿那个房子 可以拿cash out的又没有什么限制的 只有在owneroccupied的房子 对rental property现在不行 不能拿cash out的 就是你finance的property小于四栋 或者正好在四栋的话 这是ok的 一旦overseed的话就不行 那在做loan的consolidation方面 把几栋rental property的loan 击到一个里面 其他让它free and clear有好处吗 这个我觉得你要问一下你的cpa 从你的税上面来讲 要考虑税了 那如果说有些客人 比方说我把自己的owneroccupied欠的钱很少 我能不能从owneroccupied里面借钱出来 然后把那个rental property pay off 那你从loan的本身角度来讲 这是滑得来 但是你如果从税的角度来讲 not necessary 所以你要这个要conjudge一下你的那个cpa 因为我有过一个客人 他有这样做 后来觉得税上面滑不来 然后又去cash out那个invest property 这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客人考虑不要从单一的方面 你问比方说你loan的broker 还有就是你的cpa 双方你就要两边资讯都要有 才能做这个决定 ok 那因为我们今天时间的问题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观众朋友 事先来问我们的问题 比如说他接受到一些人给他的建议 比如说自己的房子要不要卖掉 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房价 seller很都很高兴 那但是呢 也要考虑到你下面的一栋房子 有没有着落 千万不能踏空 那诸如这样子的问题呢 我想今天就不能够在电视的节目中 给您完整的一个回答了 不过Danny他的电话号码是4088027296 大家倒是可以打个电话给Danny 来当面寻求咨询一下 好的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个地方 完全结束了 非常感谢Danny 谢谢周乐 谢谢观众朋友 观众朋友 如果您在贷款方面有任何的问题 千万不要不出来问 还是要问问清楚 把自己的这个房贷 这个最大的资产的贷款的这个部分 搞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 2014年又是一个什么样税务的环境了 经济的环境 到底还有没有低的利息呢 要把握当下 OK Danny 感谢你 谢谢你 观众朋友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周乐 祝您晚安 周末愉快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